大学毕业了高老师 有什么想念这些学子们说的吗 欢迎正式踏入地狱 这个是什么话 是真话 因为从现在开始 他们即将面临生存生活 以及父母与友工作 带来的种种压力 而且每一种压力 都比之前的高考更艰苦难 所以我希望他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准备迎接这一场场挑战 而不是满心期待的成年 也是 我这都三十了 头发掉了一大碗 这房子还没买呢 这也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压力 物质上的压力只是最清楚的 其实真正的压力是人 是人性 人性 因为我们的教育使然 大家未进入社会时 所解除的教育 都是社会的欣欣向荣 黑白分明 非好即坏 这就好比童话故事里的 白雪公主蓝外婆 还有电影电视剧的 坏蛋与超级英雄 最终的结局 一定是正义战胜了邪恶 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等等 但是现实社会可不是这样 人性的复杂超出想象 比如参赴老人反被讹 职场上的同事也是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 这种反差会比物质上的压力 对人的心理影响更大 所以如果没有做好这种准备 那么他将在这个社会上处处吃亏 确实是这样 我现在都十分好念上学的时候 那这种学里面 是不是应该加上一门学课 叫人性学 这样大家提前了解到 也就不会吃亏了 不能加 因为要让人活在希望里 活在美好和正能量期许里 如果你把他们都叫醒了 那谁还愿意走向地狱呢